拳手直接贴脸上 6-6-7 应该没了 即便是能将对方击倒 也是很难逃出对方的魔掌 像这么多人一次 王仔在术后有雷 先打过点 凌强率先被放到 一个拉枪 连防了两人 而且CTG队内当中 淘汰战比最高的王子操也被放倒 还是两人低打高啊 这个有点难操作 还是变化个墓子里 这肯定 这位置没有很确定吗 其实有投资物 可以稍微利用投资物去牵扯一下 我自己想跳下去信息 就被打残了 打了三个 木子里血量不多了 一个背身 很可惜啊 这一波 我只能说真的 尽力了尽力了 不是 我感觉IFCY其实这个协同有 尾车 但是小伙落地的话 很有可能会被楠楠埋掉 但是好像这位应该是吃到信息 但是还是没打过 满血小身位Pick 将小虎给击倒了 因为极端身上这边的地形比较复杂 先把分数补掉 啾啾和张哲终于在一个队了 两个人爱这个群情感觉 其实还比较危险 因为一旦有人 有人要开到脸上 车上人很多是很危险不光 912他在车上的时候是想倚的 但是由于自己露出的声位太大了 不知道 对 我已经出枪了 来了 一个背身就是在假设库的楼顶 男的马上掉转枪头 没能秒掉 肯定这个点拔不掉就很难受了 五颜体一滴血 肯定完美的Pick 还要补上了 这波刚才他第二波出手没有 所以说 这打开是有点伤 是的 队友来了 明明刚到防区就被 侧翼的特别给打掉 这样的话只剩假设库一楼的幻神 集结队友 是啊 就是抱团清就没问题 我看你这把Pick的声位 其实处理的非常好 但是队友好像出问题了 不过还行啊 赶紧补掉了吗 没补掉没补掉 还能就零换四 五六七已经发现了 但是龙子归这个出枪 第一时间没给200秒掉 距离很远 small c架枪 叫龙子归反打 是的 这个位置想救的话 很可能会让FTY陷入 太有诱惑性了 他这个正面一个人顶了好久 然后这个时候发现侧翼来人 但五六七又能够补上枪线 就是个问题 这个位置很尴尬 你不太好救主要是 200 又是一个中远距离的对枪 是的 打完了最后好像是 悟空有拿到一个人头 WCG在这一波当中是 拿到三分 而且没有任何的减员 现在这个圈 他往右下角切了 刚才是非常好的一个切脚位 整体炮楼披空没人 麦田也能全控 悟空跟他们也是属于一山之隔 悟空会帮助他们卡住 其然不爱去抽了DDT DDT还有人没有过来 他们是分战 但是脸上先解决掉一个隐患 落第二打二 这把感觉杰夫安是一直被圈赶走的 是高兴在腿 想扔雷 想主动进攻这个木房 木房是在圈的 被木板挡了一下 没扔的话是封位置 看到外面的人了 还是被伸 这个是没反应过来吗 还是说有掉线的情况 掉线了吧 感觉像是掉线的 是啊 这个是另外一个 Summer是雷圈没有意识到旁边已经贴人了 是的 867 有人踏出来 小孩直接秒掉 567在车上 是想试信息的时候 头探出来被秒了 他可能在车里还安全点 是的 这整个上面探出来 被打成筛子了都已经 Gaming 两边的目的地 其实差不多都是沼泽地 但是由于SMS的车速会更快一点 率先到达了反鞋 二边是拖下跌 到达跌 所以的枪鞋非常立体 然后4M在后面 在打XCG剩下的人 包括天鹿也在抢这个分数 很混乱 XCG四处挨打 这个位置 SMS优势太大了 这个反鞋要打小鹿的话 很好打 4M去贴 RBS去打 那17有可能会抱后 是的 本身4M觉得这一波 应该有可能是 自己是最后一个圈夹方 但是防驱出来的17 并不是这么想的 但是车来的时候 永远车来的时候 应该看到17了 应该会先在坡下打 RBS从侧面 还是会包夹4M 关于不一定还是最差的 小五先打了一个 之后再跟枪 现在目前4M可能人数不多了 一共就两个 小五也倒了 龙东泉的枪线队17是最知名的 因为他完全没有过来 他没有贴坡下 他在原点 打这个反鞋 就没有掩体 基本上 是的 关于是打到现在目前位置 RBS还没动吗 一颗雷差点补了 刚好扶起来 双方只能护驾 只能先跟龙东泉队 一枪投 里头师傅 永远是一颗雷炸到了实际兽 再跟枪打了速九 高打击再反杀 Forever 是的 永远这波 达成成就了吧 正面 是 这边 就跟上了很重要 是的 RBS肯定就是渔翁了 有点难了 三清一 我不会昙花一现 我是永远 你表情有点 虽然很中二 但是很热血 确实 再看一下另外一边 KLC和GMA的对抗 那两边都是有互导 是的 露露在捕人的同时 被2tap找到侧身的机会 被联导逮 但是分数的话 最后的小海是被 扣得119给拿下 DDT在损失一人的开局 通过圈形的优势 不断的赞助 左边有过点 这是王高兴的出枪 和119 两边又瓜分了这边的分数 哎呀 这相当于是刚才镜头给的选手 是一分没拿到 亏死 是拿了7 就整体的正面 接团的能力 要比之前要高很多 是 好 悟空从房区拉出来 他们要分 1t开始不断清分 6个淘汰 又是6个 又没拿到 而且悟空这个分数又没拿到 是的 而且他们这波很灵性 打完右侧打左侧 反身回轻RBS 张大哲被Spaceman秒掉 三个人暴团 但是悟空从背后出的枪 背景加强嘛 有点难度 扣得119 不断利用mini出枪 再放倒 又是扣得119 大杀四方 大杀四方 是 你阵容真的是不可挡的 又来了一颗雷 炸到了 没问题 结束了 这波团战就这样结束了 他们连接了很多队 15分 DDT 动了动了不行 他们已经挨蓝拳边了 动了动了 我估计应该是走马路双反了 因为这个位置真的是特别难受 你打左右两侧都不好打 我是这个两侧的枪线 你多少得掉点人 而且他们要跟 他们只考虎的位置 果然是马路双反 我一开始预测的是 他们可能会去WCG的脸上 这其实也是 倒血脸上都一样 对 又有点担心 WCG会摸上来 弗莱因跟577对枪 弗莱因赢了 大妹控 圈形北切 不过打WCG打完什么编制了 现在悟空很明显就是 我根本不想管天路 先处理WCG一颗雷 577二倒 直接补掉精准命中 另外一边 弗莱因又是没空出枪 毫无还手之力 是的 有侧身烟在进攻WCG 导致天路也没有生成特别好的枪线 弗莱因倒了 200 弗莱因倒了 天路有可能会压 但是没有掩体 血量不是很多 被运的抽残了 天路已经上了 他要去拿弗莱因的分数 小童放到了弗莱因 直接补掉一颗雷 200正好规避掉 三叉倒 是的 现在200是不断利用 头顶上天路这颗保护伞 那天路要后撤了一个扶人的时间 白洛莱 柏莱去站弗莱因的那个终点 5200 这一波出枪将QK秒掉之后 现在悟空其实有点被动 是的 局势有点不一样了 你能扶人的人只有白洛莱 关键白洛莱也倒了 最后的话 柏莱放到了200 最后是4打1 柏莱去站弗莱因的位置呢 其实正面刚才200脸上只有两个人 两个人全倒 是的 局势变成4打1了 这应该没悬念了吧 是的 这肯定没悬念了呀 虽然是一个小鸡 但也是鸡呀 还能K分 二百好气呀 我给你们打勾 你还K我的分 柏莱知道在坡下 是的 没问题 恭喜 谢谢大家